另外一個就是之前我們討論過 中國政府在逐步淘汰 Intel 超微等等處理器 當然主要也是因為 中國的軟體硬體的實力上來 也基於這個安全的原則 所以下達這道禁令 其實過去很早之前 大陸公務部門 官方部門 這個手機就不用iPhone 這大家都知道 其實美國也一樣 那現在有位分析師說 他開始算了一下 算算這個帳就發現不得了 完全停止買賣的話 光是Intel一家 至少15億美元的銷售額 就這樣沒了 在此同時競爭的部分 還有中國商務部宣布 美國企業向提出一個申請 就是對特定的一些 像是光纖 連接器 適配器 跨接電纜等組件 總共提起了 這個337調查的一個申請 但是是哪五家 目前還沒有公布 由一家券商媒體告訴大家 他應該是在湖南深圳等地的一個企業 那什麼是這個337條款呢 這是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 進行的一些不公平的一些進口調查 當然這個東西也是一樣 凡是有沒有侵害到美國的一些權利 或是可能侵害到美國權利 其實它也是蠻寬的 你怎麼看待中美之間的競合關係 其實這個在國與國之間的這個 這個怎麼講呢 就是競爭之間 經貿競爭之間 這三件事發生的 通通都是常態 那不是一個突發的 這個都會發生的 那事實上英特爾損失15億美元 這個比我想像低很多 那你要看一看美國對華為的不當處置 華為損失是15億嗎 我看應該乘以100 大概1500億美金都可能有 那還有對中國的相關產業造成的損失 那可能都是百倍的 所以這個英特爾事實上15億 算是很小一筆錢了 那整個來講的話 就是說我認為寧德時代 它基本上它這個策略 就是打入美國市場 那進入美國市場 它這個跟美國的企業合作 那麼一起進入美國市場 而且它也掌握最尖端技術 它雖然跟特斯拉研究一起來的話 就是說它還是掌握了最 我想它是一種信心的展現 它掌握了技術 這個部分是美國也想學的 那麼特斯拉也需要的 可是對寧德時代 在擴充它的市占率來講的話 它是先拔頭籌 因為美國如果說 將來是一個重要的一個電動車市場的話 那它的電池的需求來講的話 這個寧德時代 這個電池廠可能到美國以後 應該就會獨霸江湖 會嗎 因為美國現在特斯拉 美國沒有什麼電池工廠 特斯拉用的很多電池 出了問題 前一陣子在美國中西部大風雪的時候 30度零下30度 就車子都沒有辦法充電 那都是韓國的電池 現在世界電池來講的話中國大陸大概佔6到7成 另外是韓國跟日本 韓國有三四家吧 日本還有個一家 那其他都是中國的電池廠 所以我覺得這個寧德時代打進美國市場 基本上是應該是它這個公司的一大突破 不過美國不就早就對寧德時代充滿戒心嗎 它這件問題就是說這些電池是這樣 它有的時候 它在認定它的屬性的時候 你不是看它是屬於哪一國的公司 而是在哪裡生產 所以寧德時代在美國生產的話 那就是Made in USA 對 那如果說美國是把一個公司鏈為橫名單的話 那就不管你Made in where 它就是說它今天以華為為它的一個制裁 這個公司為制裁的話 那它就不管你是在哪裡做的 可是你沒有把這個 今天這個寧德時代並沒有被美國列入黑名單 它只是說Made in China的電池它禁止 那如果寧德時代到美國生產的話 那就是Made in USA 某種稀產地嗎 對對對 所以事實上我們看所有的產品後面寫的 對不對 它都看什麼Made in where 它不會講Manufactured by哪一個company 主要看你在哪裡生產 所以這就是原產地證明 所以你要證明你所有的這個貿易的措施 都要從它的這個產品的國籍 也就是它的原產地這個證明 來證明你要怎麼給予它待遇 那你美國怎麼會制裁Made in US的產品 雖然它是中國的公司在那邊在美國生產的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說其實中國大陸 就是說這一次下的命令是正好中國在說 中國高階發展這個論壇嘛 這個正好召開的時候 Financial Times把它公佈的 我覺得就是觸中國大陸眉頭了 因為中國大陸正在召見全世界500大的 其中有100大的公司 在中國大量大正主軸是中國會繼續開放 而且單方面開放 像這些投資者保證你的權益 不但給你保障 而且很多新的商機 那當然Financial Times是很繁華的 所以它基本上就在這一天公佈個新聞 說中國大陸又進行什麼 意思就是說這種排他性的 這種對外國廠牌外國產品的 一種排斥性的這種政策 他就拿這個 這個事實上你說只有15億美元是非常少 而且中國大陸老早就這樣做了 事實上我們談過79號文件 當時就是講說 中國大陸的國營企業 也必須要在他們使用的 這些通訊的設備裡面 還有這些電腦設備裡面 盡量用國貨 意思就是不要用外國貨 那現在這個禁令就是說 已經下達到地方政府 對 它有個實現 不是一刀切 它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對 這個基本上就是說 也是怎麼樣 也是國家安全理由 美國做的所有事不都國家安全 在國際貿易法裡面 對於國家安全這個部分的判定 這個國際貿易法它是有彈性的 那你只要證明它是確實能夠危害的話 事實上是可以的 所以就變成就是說 這個部分也沒有什麼爭議 你也沒有看過美國在抗議 你也沒看到日本政府在抗議 另外一方面就是說 美國這個調查幾乎是天天在進行 美國有一個廟宜調查委員會 基本上你只要美國的廠商去那邊檢舉 他都要接案他也不能吃案 累積到一個程度以後 他就開始做調查 調查就是說不外乎反請銷 這個不公平貿易 橫平稅 這些的調查 最後就是說他如果 他有一個程序的 這個調查程序完畢後 他就會宣布他要做什麼樣的一個措施 來針對調查中發現的對美國的產品 或者對美國的國家不友善 就是說違反貿易規則的 不過這個東西基本上就是說 他也要經過一段時間了 那不過如果說他調查的過程中 他沒有經過這一些被控訴的廠商的 一個深附的一個過程的話 那他就是違反國際貿易法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照這個WTO的這個 多邊貿易法規的話 你今天要開始調查的話 你一定要向對方那個公司 給他一個申訴的機會 所以我們台灣很多廠商 事實上有時候照美國 美國說我已經對你進行反傾銷調查 那你就要接受美國政府 給你一大堆問卷來調查 他甚至他會派人實地來做調查 最後他調查結果以後 他做一個判決 那如果美國還是照他這種 自己的這種單方主義的話 他也不告訴你 他就是說我就公布了 對不對 然後到時候我就宣布了 你比如說 華為有被告知說 你有機會申附嗎 有沒有給你一個 有沒有按照WTO給予的這種 美國通通沒有 其實美國現在這個國家 基本上是 本質上在很多作為是無法無天的 無法無天 完全是國際貿易法 國際公法與無物 所以這個目前還不是很清楚 就是說看他這個進行調查 是不是能夠按照國際貿易法規 WTO嗎來進行 但因為目前還沒有公布 所以大家各家在這個大猜謎 來張昌君補一下好不好 這個看不見煙消位的一個戰爭 對 我認為這個是 因為這個一定要走合作的路線 才有辦法 如果沒有合作路線 今天英台他今天一損失 整個大陸的市場 畢竟整個的 沒有整個大陸上 你就變成倉儲就多了 變成你都變成呆料在那邊 你知道成本都壓在那邊 壓到倉儲成本去了 所以一定要開發市場 那開發市場的時候 我們知道那中國大陸 尤其是中國大陸的電動車 它是龍頭 你知道要不跟中國大陸再合作 合作是 如果沒有這方面的合作 那就兩輸 在中國大陸是影響的比較小 因為中國大陸在這一方面 它的自己市場的需求 它可以擴張它自己的內需 那但是問題對英特爾 它就不一樣了 它的市場 它就一下損失大半的市場 對它來講這非常關鍵 那為什麼要捨棄大餅就小餅呢 因為一定要做大 經濟學上你一定要按照大數法則 因為你爭取一個大市場 你可以犧牲到兩個小市場 甚至三個都沒有問題 大市場抓到了 抓到這個大餅 比抓到幾個小餅 那有用多了 所以我認為它是要從 經濟上面來做考量 而不是做 當然也要走到合作 因為合作的話雙贏 大家互相交叉持股 對不對 交叉持股之後 兩個變成雙贏 某一個賺大的 某一個賺小的 兩個都賺 那兩個市場都有 保持 那特斯拉有它自己的市場 另外中國大數法則整個又吃下來 那這樣的話對它來講 不是整個大數法則就來了 所以它認為 經濟戰來看 我們可能金融戰 貿易戰 還有科技戰 都會造成沙迪 一千自損八百 一定是這個樣子 你互相撤肘 互相卡脖子 那卡脖子 對方也可以跟你吃拐子 就變成雙輸了 那今天生意人在商營商 他就是講的是賺錢 他要賺錢才可以活下去 他養的員工 又不是像從小企業 五百個 三百個 他都幾萬 幾十萬 一二十萬人 都靠他吃飯 對 所以張安君獎勵 一點都沒錯 在美西方發動的 對中的制裁當中 我們看到美西方 自己的損失也很大 我想